一月八號開始 韋蘭NBA live直播 答對所有通關密語 就能獲得驚喜紅包 歡迎將今晚的NBA Today 先來看到騎士跟公路的比賽 字母哥是高掛棉站牌 騎士也不客氣 半場之建立25分領先 對 比賽來到下半場之後 騎士也沒有給公路任何機會 這場比賽多點開的話 總計有五人得分上雙 最後比數一百三十五 是比九十五 是騎士大勝過關 克里夫蘭騎士主場迎戰 密爾瓦基公路 今天字母哥作弊上關 由Damian Lilla單核帶隊 那在主場迎戰的騎士 當然不會跟你客氣 帶頭衝鋒的是蜘蛛俠 Donovan Mitchell 一條鞭殺入禁區 躲過三名防守者 拋投囚禁 接著虎頂三分外線出手 空心破網 首階Mitchell展現能力能外的新手 個人獨達十四分 帶領騎士打出 二十二比二的凶猛開局 不過公路及時回神 Damian Lilla在首階末段 獨攬七分 跑路球隊將落後 縮小到十分差距 但是來到第二節比賽 克成軍有人跳出來 接力米球標分 回那可能就是 班登出發的Jose Nian 三分性外出手 連續命中 不管是左邊底角 四十五督角 各個位置都是空心破網 光是在第二節 Nian就以百分百的命中率 投進四季外線 半場貢獻整整二十分 搭配上Mitchell也有十九分的狐力 實際上騎士持續擴大優勢 半場一六十六比四十一 取得二十五分的領先 隨後翼籃在戰 騎士陣營也沒有要讓公路 有喘息機會 Jerry Allen肆虐進去 快攻接獲Occoro的助攻 籃下輕鬆得分 還要到裁判少英 同時他防守端也展現雅直力 麻辣火鍋請公路吃到飽 而騎士其他人也是越打越high 這次快攻 尼恩找到跑在前頭的Mitchell 用他雙手將球塞進籃框 兩樣分差來到全場最大的四十分 其中Donovan Mitchell 有三十一分五籃板 七助攻三抄截的全能發揮 尼恩則是扮演版的暴徒 以九成三的超高命中率 弄線生涯新高的三十三分 反觀攻入Liller命中率不理想 第三成五命中率攻下十七分 中場克里富蘭騎士就有一百三十 十比九十五 笑納火燙的六零勝 好 醍醐跟黃蜂的比賽 Brennan Ingren有二十八分 石岸板石助攻的大三元 也幫助球隊吸二十分的差距 輕鬆迎巧 至於拓荒者跟籃網的交手 阿托特阿芬西米斯 全場攻下二十分 感覺不算太多 但這二十分當中 包括一顆零點二秒的準絕殺 也幫助拓荒者一百零五比一百零三 搶下勝利 有奧良啼湖迎戰夏洛特黃蜂 開賽看到Brennan Ingren還有Zion Williamson 兩人隔離空中作業 阿雷又上籃擺進兩分 啼湖開局打出企圖心 勞大哥C.J. McCollum要跟大家說 我也是很能飛的 切入送上雙手扣籃 水鳥部隊手感好得誇張 手結以逼近七成的命中率 通出四十三比三十六的攻勢 來到第二節輪到黃蜂霸凌籃框 P.J. Washington飛身爆扣 Terry Rosier在外圍釋放煙火 今天恐怖泰瑞進占二十五分 帶領球隊一路緊咬 半場打完只有五分落後 一籃在戰 Ingram也要用三分彈還以顏色 同樣位置連續兩顆 單場投進七顆外線是生涯新高 同時也帶動啼湖的外線活力 水鳥部隊以高達五成三二的命中率 狂轟二十五顆三分球 示範什麼叫做不進 比進球還要困難 表現最出色的當然是 Brandon Ingram 今天二十八分 十個籃板十四助攻 C.J. McCollum也有二十二分六助攻 皮湖人人有攻戀 最多握有二十四分的領先優勢 中場以一百三十二比一百一十二主場贏球 傷給黃蜂六連敗 接著看到底特律國塞交手明寧 蘇達輝浪的比賽 同時也是兩個第一名的對決 沒錯啦 東區倒數第一碰上西區第一 開賽看到Anthony Edwards來搏版面 進區買到犯規竟算加法 回過頭來尻出一季超流星灌籃 至今動漫人物火神大火 完全不給對手活路 蟻人今天有二十七分五籃板八次助攻的表現 Currentine Towns也有二十七分六籃板 雙性的默契實在有夠好 同場進場二十七分 幫助狼群上半場以七十比六十二握有優勢 但是汽車城大軍在下半場吹起反攻號角 Bojan Bogdanovic還有Jaden Ivey 兩大射手可力發威 尤其是轟進三十二分Ivey 更是帶領球隊追到只剩下一球的差距 就看是誰在決勝節比較出色 而灰狼不愧是西區的龍頭 不只兵多將廣而且全員皆兵 如地狗貝爾籃下強勢取分 今天貢獻十九分十六籃板 加上兩大球星Anthony Edwards 還有Currentine Towns持續內外夾攻 帶領北大荒拉開差距 最終是灰狼一百二十四比一百一十七 擊退活塞 笑納近期的三連勝 最後關心布魯克林籃網 踢館波特蘭拓荒者 網軍一開賽就發動猛攻 尤其是網軍側翼 连續在外線開砲 大喬今天二十一分四個籃板四次助攻 幫助籃網上半場以五十二比五十一 握有小幅的優勢 來到下半場看到 打得強勢 外線跳投毫不猶豫 用身材硬吃對手也是毫不講理 全場十六分六助攻表現不俗 一度帶領球隊反超比分 雙方一路緊咬 拖荒者一哥 Jeremy Grant也來加入戰局 狂轟全場最高的三十分 另外抓下巴克籃板 包含中場前九秒 在籃下的關鍵補籃 率領阿拓以一百零三比一百零一 要到領先 然而籃網的 Cameron Johnson 馬上用切入 逃一口氣 幫助球隊追平戰局 兩隊要在最後五秒分出勝負 而決定生死的不是馬卡布拉克特 也不是 Jeremy Grant 安芬妮西蒙斯換手運球 裹掉大橋 殺到心臟地帶來個小人物上籃 標進一顆關鍵的準決殺 全場二十分四助攻 帶領拖荒者一百零五比一百零三 險勝籃網 胡人跟獨行俠利民賽 上半場只有緊張的兩分差距 但是戰況到第三節出現變化 對 來到第三節胡人 團隊手感超級火燙 尤其AD跟低漏 光是這兩人加起來就拿了二十三分 率領團隊打出四十二分 一口氣奠定勝機 最後一百二十七比一百一十 是胡人搶下勝利 獨行俠來到洛城踢館 這場比賽他們迎接Luka Doncic商譽歸隊 他也馬上在第二節找到攻擊手感 單節砍下十四分 其中這節中段還一度連得七分 不過這時場上比數四十比三十七 獨行俠仍處於落後 面對Luka的火力 胡人上半場由D'Angelo Russell來抗衡 這顆三分球投進 讓胡人取得五十比四十三的領先優勢 半場打完兩分差距 Russell已經攻下十三分 球賽的轉捩點發生在第三節 一籃再戰的一開始 LeBron James就完成了三分打 LeBron這場比賽攪出二十五分八籃板 八助攻的成績單 落後的獨行俠則是靠著Duncic 同樣三分打回應追到六十二比六十九 Luka這場球攪出三十三分十三籃板 和十助攻的大三圓表現 但是在防守端 獨行俠卻是節節敗退 尤其今天的D'Lo 誰都擋不住 這季外線命中讓胡人取得八十九比六十七的二十二分領先優勢 Russell今天外線七頭五中 攻下全隊最高的二十九分 而第二高的是誰 也不是LeBron的話 那就是前面還沒有提到的Anthony Davis AD包辦球隊單節最後的六分 全場二十八分十二籃板 只差一助攻卸下大三圓 胡人第三節靠著六成五二的命中率 打出了四十二對二十七的一波流攻勢 比分差最大曾經來到二十四分 第四節也進入到垃圾時間 中場比數一百二十七比一百一十 獨行俠無緣連勝 胡人則收下最近六場比賽的第四勝 未來體育台綜合報導